我们捍卫民主的过程中 要持续对国家施加压力的一件事情 那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 是关于资金区 大家知道高雄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台南市政府 也都在争取资金区吗 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然后民营党的立法委员在什么 在这个立法院要 要求要严审资金区 这个是非常矛盾 当然源头是什么呢 源头是这个国民党政府 提出了这个资金区的案子 这个资金区怎么搞的呢 简单讲它就是一个 以自由经济为名 搞的一国两制的经济特区 这个经济特区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个 他们竟然允许了 在这里面 就是设立资金区的同时呢 排除了很多国家的法令 这些国家的法令 包括什么呢 包括降低了对环境的要求 比如说环庭的审查呢 就变得宽松 土地的审查也变得宽松 劳动的部分也变得宽松 什么都变得宽松 然后再透过一系列的减税 或者免税呢 来鼓励投资 这一套方法实施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个后果就是第一个 各位想一想 这一系列的这种排除所有的这些环保 劳动的规定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使得国家的经济呢 变变的掌握在这些特权阶级手里 只有在经济特区里面的这些特权阶级拥有最好的竞争力 而区外的这些人呢 就没有这些国家的相对优惠 它的经济率会减弱 请问一下怎么一个正常的国家会搞一种一国两制的这种经济体制呢 台湾其实过去已经存在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 可是只是加速了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 并没有解决台湾就业持续在什么 就业力持续在判高的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在这个资金区里面还允许什么呢 允许就是说在里面加工的农产品 从中国大陆开放的这个农产品 加工之后出口 可以挂什么 挂Made in Taiwan的品牌出口 请问一下这样一搞 台湾的农业还有发展的前途吗 所有的东西从国外进口进来加工之后 都可以挂Made in Taiwan 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然后呢 他们还设计了一套叫做前店后厂的机制 什么叫前店后厂呢 因为资金区里面规定说 从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呢 是百分之百免营业税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旦我们在这边设了一个前店 后面的工厂生产的东西 都可以透过这个店面出口出去 然后百分之百免税 请问一下 这样一来 我们国家要怎么收税 我们到底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利益 到底在哪里呢 然后如果照这样做得下去的话 那全台湾都要申请成为资金区啊 各位想想 比如说台数六清好了 台数六清假设成为一个资金区 它在这里面生产的东西 然后出口就百分之百免税 请问一下大家可以接受吗 但是呢 现在麻烦的是呢 我们的这个国民党政府 还是要强行推动这套机制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我最后跟大家讲 就是说 如果大家没有继续监督这样事情的话呢 有可能这样的案子 就在立法院有可能就这样强行通过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个资金区 然后一方面的也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呢 要严审这个 严格的去评估到底值不值得支持这个资金区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呢 要求要严审资金区 然后呢删除有害条文 那删除哪一些有害条文呢 在这些条文里面 包括他们竟然允许资金区 可以到处设立 然后征收私人土地 像这样我们就要求删除 第二个他们竟然要开放国有地 可以让这些财团可以使用 国有地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什么呢 一种叫做公用的 一种叫做非公用的 过去只是开放非公用的土地 但是现在连公用的 连机关学校 连国防地的用地 这些竟然也要开放给财团 可以去开发整个资金区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什么呢 要严审资金区 然后删除有害条文 以上是我跟大家说明的 这个资金区的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共同关注 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安 我相信从318 国会占领运动以来 我在台北或高雄的街头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见过各位 我们或许曾经擦身而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一场运动 以及我们对于捍卫民主 跟追求一个我们想望着 发展模式的追求 使得台湾社会有更多人 变成更积极 有力的跟公民 跟各位一样 在过去这段时间 持续的站出来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这段时间 我们南台湾 特别是高雄的行动 相信大家从刚才的影片画面 有看到了一点剪影 但是我要说 那真的只是 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所收集的 没有办法时间 有充裕的时间 收集到所有的照片 但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当410的运动 结束的时候 台北的运动说 我们是出关播种 但是要遍地开 同时要遍地开花 但是我要说 从我们高雄人 从我们其他地方的 非台北的市民朋友 跟同学的观点来讲 我们其实早就已经遍地开花了 各位说是不是 我们怎么遍地开花法 我们在418 当317 那一天的行动 到318的晚上 我们马上 南部非常多的同学 还有关注的市民 就开始不断的在发露这个讯息 所以在3月18号的晚上 我们非常多的同学 就已经开始决定他们要北上 所以在318晚上 由地球公民基金会 协助我们发了第一步的 北上的专车 也在那个最紧张 立法院变周围最危险的 那个第一个星期 我们南部的同学 不断的透过4名朋友的赞助 搭上了北上的夜行巴士 我们在那周发的每一台巴士 都是单行车 为什么 不是来回车 因为同学们都有一个决心 第一 他们知道台北的场次很危险 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去守下这个民主的堡垒 所以 带着简单的行囊 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撑多久 就撑多久 他们也知道因为游览车的钱得来不易 是我们许多热心的市民朋友赞助的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那一个 每一趟行程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在跟同学北上之后 我看到在夜间 是我们高雄 是我们南台湾的同学们 是我们非台北的非常同学们 非常多的同学们守护在立法院外面 在青岛东 在济南路 度过了甚至下着大雨的深夜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我们南部的同学 还有乡亲 我们应该要给我们南台湾的同学 最热烈的掌声 在经过第一周 非常波折的劳顿之后 我们的南部的同学们 很多纷纷意识到 他们必须也要回来 让更多校园里面的同学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社会系 我们的同学在3月24号 发动了台湾的第一个 透过学生提案到系学会 由全系的同学投票决定 自主罢课 来支持这场运动 并且这样的罢课行动 一直延续到430 跟着整个运动才一起结束 我们除了想要 让这个政府知道 我们加入这场行动的决心 我们还要示范给这个政府看 什么叫做最基本的民主ABC 各位说是不是 也在那个时段 那段时间我们看到 除了我们的中山反福贸阵线的同学 在校园发起了菩提树架的民主讲堂 每天从早到晚 同学们跟我说 老师 罢课竟然比上课还要累 上课我可以翘课 我可以打瞌睡 罢课我们每天都来这边 我们不是在校园 我们就是要去台北 但是这些同学让自己这么不方便的行动 一波又一波 在各个校园开花 拓散蔓延 我们看到不止中山 在高师大 文藻 易守 高参 还有高雄大学 我们高雄非常多的大学都加入了这一次的行动 在校园里面发起不同的讲座 非常多的讲座都吸引到甚至200人以上的 这是校园里面很少看到的前所未有的的一个盛况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扎根行动 让他们在让我们南台湾的同学跟市民在330 我们动员到非常多的游览车可以北上一起 围围这个50万的民主黑潮 再来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这段时间也都没有轻松过 各位一定记得在319 我们高雄的市民跟文化界的朋友发起了台北之外的第一场在地行动 那个是319照亮美丽岛的行动 在那个行动里面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美丽岛挤爆了两三千的市民朋友 在这个之后 我们还有在404的时候 由大学教师 还有我们高平地区的家长 我们发起了要求 阮尾签下先立法在省议的同意书 在清明节前夕 我们呼吁让孩子回家吧 我们在那个行动里面 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角色跟身份的人 不是只有学生 不是只有NGO的行动者 我们不同身份的公民的市民朋友 我们都可以站出来 来用我们的角色跟身份来促成一个行动 来跟这个政府表达我们捍卫民主的决心 也在407 依循的这样同样的理念 我们由高雄地区的妇女团体 女性的专业工作者 包括女学会 高雄妇女薪资 彭宛如基金会 女权会 等等 包括医师教授 还有其他的教保人员专业的工作者 我们发起了四婆婆妈妈割篮尾的行动 路过邻国证 同样的我们希望斩断 目前这个马义临驾民意的一个扭曲的被扭曲的政治现象 也在这样一波行动里面 我们看到在330的大集结之后 我们的同学们有许多人 他们最后留在台北 继续在台北推动了一个 成立了一个民主黑潮学生联盟 那么同学们 透过更多的学校的串联 在台北到所谓国民党四大扣 也就是林洪池立委 这些人的服务处发起抗议游行 而这样有活力的行动 也吸引到了台北非常多的市民 很多场都是超过两千三千的人 一起去路过这些 已经早已失格跟失职的立法委员的服务处 最后我们在410的这一天 我们因为这么多的在地行动 我们也认为 我们应该再一次凝聚起来 重新整对 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民主要回潮 要在地扎根 所以在文化中心 或许有些朋友参与过 我们都一起参与了 这一个扎根的晚会 我们邀请了这段时间 不同的学生团体 公民团体 乃至市民朋友 来跟我们分享这段时间 大家的努力以及心情 在那个晚会 我们也都非常的感动的发现 很多人哭了 那个眼泪除了是对于台湾现在 让人家失望的政治局势 民主的失落 而感到悲伤外 那个哭有非常大的是互相的激励跟感动 那个眼泪是我们知道 唯有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 我们才有机会来促成任何当前的不义的现象 以及民主的扭曲 我们才有可能促成这些现象的改变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在我们410的这个运动 充满力量而有活力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崇华妹老师 还有李根正老师 那其实呢 南台湾的反服貌行动 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 台湾人权促进会 南部办公室在去年的7月 其实就邀请赖律师下来跟大家谈 反黑箱服貌的可怕 那当时呢 其实也有很多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接下来呢 高雄的劳工团体啊 还有地球公民基金会 其实我们都一起办了许多在地的高雄的活动 那包括呢 大高雄总工会 高雄市产业总工会等等 我们一起办了非常多的行动 也办了许多的座谈 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 服貌到底是什么 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 我们就邀请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副会长 邱于斌 还有大高雄总工会的理事长 陈志明 还有高雄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 江建新理事长 来跟我们分享 从去年到现在高雄的行动 还有为什么劳工团体 为什么人权团体 为什么我们要来反对黑箱服貌 欢迎邱于斌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第一次做这种演讲 快站到定点 前面还有一个倒数计时器 快点只剩下四分多钟而已 好大家好 我大概只有两点要讲 第一点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幸参加了 24年前的一场学生运动 叫三月学运 1990年野百合学运 然后在24年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有一拖 更大拖的超越这个野百合学运 我觉得非常爽 爽的目的不在于说 人数更多 大家更热情而已 它突破了一个台湾社会 非常重要的限制 以前 我们在看美宋 看到国民党美宋 戒严美宋 威权美宋 非常清楚 一讲大家都没问题 大家一起上 但是只要讲到拼经济 大家招就点了 好像拼经济很好啊 政府都是为人民的生活着想啊 所以一路拼经济 拼劳基法修正 基本工资不要调 到最后最近的服貌 都说 这个是为大家好 大家都点不点 有一些人当然出来抗议 比如说等一下要上来 讲话了两位理事长 他们代表的工会 在基层奋战非常久 担心 那只要执政者说 要拼经济 为了大家好 社会上大家好像 默然就同意了 但是我说这次的学运 这次318 其实不只学运 我们刚刚讲非常MGO 所有的市民大家一起上 318以来的占领国务运动 为台湾社会 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讯息 跟执政者讲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所谓的拼经济 到底是在拼什么呢 为谁在拼呢 财团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讲说 这次反服貌 是因为反黑箱 我要跟大家报告 只要是牵涉自由贸易 现在所谓自由贸易 跨国的协定 这一些所谓跨国 全球化底下的经济活动 这些巨大的政治工程 背后保证是黑箱的 为什么 因为这次 国民党一直讲嘛 服貌力大于弊 对不对 但是 从来不好好地跟我们讲 到底对谁有利 对谁有弊 每次都说 对经济整体来说 力大于弊 对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很有帮助 大家就好处 举双手双脚都赞成 这次我们终于知道了 原来你在说力大于弊 是在说社会 谁都力 谁都力 我们可不可以同意 绝对不能同意 我们过去已经同意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了 我们台湾过去的经济发展 有没有这些创造出来利润 有没有这样子像一些推动全球化 或者是自由贸易 或者像国民党这样讲的 说经济利益创造出来 利润会分享给全民 有没有 我们的工资是不是停滞 我们的劳动条件是不是越来越差 所以这就是问题 这一次的运动 成功的达到这个成就 告诉国民党 其实也同时告诉民进党 告诉台湾这些执政的阶级 拼经济 不能再是像过去那种拼法 越拼 拼到财团 大家吃到费一拼 八成三成一拳 我们可不可以同意 我们全都不能同意 对不对 但是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社会里面 财团的力量还是很大 国台铭 清差出来说一句话 補赚補赚死 对不对 对我们来说 人民的力量就非常重要 人民的力量就非常重要 刚刚秋花妹有讲 我们这次南部的行动 有很多非常令人感动 大家的坚持跟努力跟热情 对不对 我特别要讲一个 三三零的动员 我们大家一起创造了 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一次社会运动 高雄很骄傲的 南部起立 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跟高雄的工会劳工朋友 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搭游览车 北上 打着一个口号叫做 公学联合 这个是高雄人的骄傲 特别是现在 至今区 要在五港一空 从高雄可能是 最大的通话要开始 高雄人 高雄的朋友 我们要共同努力 党下这个 大家说好不好 接下来 我要请高雄市 产业总管理事长 江建新 江理事长来跟大家讲起句 到底这一波 所谓自由贸易 对劳工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掌声欢迎他 感谢 感谢我们邱教授 我看着大家在这里 我感觉台湾有救啊 有机会啊 这些年轻人都站在这里 对不对 对 有你们我就不孕了 你知道吗 因为 我们在前面在走 我这里算 比较多一倍的 会浪账 这些年轻人是你们未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拼了 拼不拼了 你们的成价 这样好不好 好 不然就 说这个成价 有得收拾的 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 自 2011年 去中国 投资的 都总有131亿的 美金 在最近三年 最近的三年 超过一兆 你看台湾会怕吗 你们会怕吗 你们台湾的资金 都拿去中国 这样 结果 从何来 台湾投资的 2006年 都做139亿的美金 2007年 157亿的美金 一直到最近 这四年 每一年 多少外国人的台湾投资 你们知道吗 47亿 马英九总统 一直标榜 他在拼经济 他在拼经济 结果呢 他从2008年 开始 接着总统以来 一直到现在 最近的四年 我们2006 130几亿 2007 150几亿 一直到现在的 47亿 你们能接受吗 有拼经济吗 有拼经济吗 有 所以我们要跟我们总统讲好不好 请他不要锁国 好不好 什么叫锁国 守在中国啦 对不对 我们这是不让他守在中国嘛 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经济 我们台湾的贸易 我们是要全球性嘛 对不对 你收拾中国里面 那台湾的贸易 越来越多 结果外国人 台湾的越来越多 那台湾还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那怎么办 就像一样 三十秒如果能够 审议一个法院要通过的话 我们才去公立法院好不好 好 还要跟他讲好吗 好 不公不议 没政党的 这个政策 我们就要跟他讲对不对 我们不是他在讲这样 经济多好都好 其实各位知道吗 在台湾 目前为止 这个是政府自己拼高的 贫富的差距 几倍你们知道吗 一百倍 我们劳光的心血又没有涨起来 没在去啦 结果我们的物价 有没有涨 有涨哦 总统跟你们学生讲怎样 你不会再吃第二个便当啊 我就没钱 我要吃第二个便当 那是我新京白 那有在起床吗 没钱 我就是一个便当吃买的 饭没钱 我们买第二个便当 我给你总统招 你去买总统交通 你不会买第二个 所以你看台湾的贫富差距 是不是越来越大 会不会 会吧 所以经济拼不好 那只会政治的斗争的话 那是没有用啦 所以在这里 我们最怕 我前天我才去百货公司 我看了吓一跳 你知道吗 我在那看 百货的公司 一个专柜 一个专柜 如果中国人来这里 二十万的美金就可以投资 百货公司里面的整个的专柜 那是不是都是他们的 这不是他们的可以进来对不对 可以进去吗 他一个人进来 二十万美金 可以带四个人投资进来 包括他的家庭 包括他的经营这些四个 四个人之后 全国都是中国人 那台湾的老板是哪里了 我们去当台老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去当台老好不好 这是因为你们说不好 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 我们去挡他好不好 二十万的美金就可以 来台湾投资 我说整栋的保护公司 都变成是中国人开的 是不是这样 然后又是雇用 中国的劳工 所以这个我们无法接受 结果他一直在表白说 他做的多好 很多事情大家想一想 你看看他说立法院不能租他审查 结果他说美国都没有这样 韩国没有这样 各位想一想看 美国跟韩国签订 经济贸易协议的时候 韩国的国会退回去几次 至少三次 结果韩国去跟美国谈了之后 越谈越好对不对 这个就是人民的力量给政府嘛 结果我们政府就那么笨 笨到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说今天 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整理让 给政府的力量 请政府不要错误平视 我们是给他们的力量 不要以为我们是报名 对不对 所以最好在这里 我们也要要要求政府 他要把整个的 劳工的影响评估 一定要做出来 如果没有做出来 我们坚决反对 胡贸通过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共同的努力 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拍名 好不好 我们共同的拍名 好不好 感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谢谢高雄市产业总工会 江先兴 江理事长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 大高雄总工会 陈志明 陈理事长 我最尊敬的 大高雄天光旗高品地区的 兄弟姐妹妹 大家晚安 祝都好 今天五月二五 刚才是我们大高雄总工会 赛立 呸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啦 在这儿感谢我们 岛与天光旗 简果的兄弟姐妹妹 王健老年 用这么正大的晚会 来祝福我们大高雄总工会 胜入 谢谢你们 今年 在我们高雄十二月 我们班一班 反福贸的 监暗时 晚间游行 有我們台灣人前駐進南部 駐進會南部辦公室 還有地球公民基金會及高雄市產業總公會 兼我們大高雄總幹會一起合辦 在高雄市石前路三明公園 沿街拜訪 順路拜訪我們的店頭 老闆 啊台英說 福茂是